卖瓜的瓜瓜好,干啥吆喝啥,做生意的不会吆喝不行,光吆喝还不行,还得吆喝的够好够押韵,这样客人才能会顾。 11月19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上内容建设论坛在北京举行。 赵立坚在做论坛发言时,以此引出了外交部新闻司的国际传播工作。 赵立坚介绍,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2019年以来,外交部新闻司陆续在推特、脸书、YouTube、照片墙等新媒体平台推出外交部发言人账号。 随着粉丝不断增多,影响力不断扩大。 今年以来,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的系列境外新媒体账号群,共发布贴文近9000条,阅读量近5亿,粉丝总数超过240万。 其中,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我个人推特账号粉丝数相继突破100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数字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特账号粉丝还要多。 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账号粉丝数的近两倍。 几个从2019年才开始运营的账号,如何在新媒体国际话语权弯道超车,圈粉密集又是什么? 赵立坚说,他们注重以小见大,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 我们注重展示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用小切口展现大格局,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力争将我国发展成就的硬事实在境外新媒体平台上实现软着陆,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用接地气的方式去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形成客观正面的中国观。 赵立坚介绍,他们还主动设置议题,摆事实,列数据,讲科学,坚持批驳反击,重点做好涉疆和人权等舆论斗争,破解美西方的造谣抹黑。 在推特上,比方说我们主动设置关于新疆的话题,常态化发布正面介绍新疆各方面发展成就, 批驳美西方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污蔑抹黑的图文视频, 有力对冲了涉疆负面信息,从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境外新媒体的涉疆舆态势。 赵立坚说,他们还主动出击,在美军撤离阿富汗时,外交部新闻司发布了美军军权随同美军一同撤离阿富汗的有关图片, 并同600多名阿富汗人挤在运输机舱内的图片进行对比。 赵立坚说, 做好国际舆论传播必须把握好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 争当勇士和战士,不做绅士和懦夫, 用好境外新媒体平台,打通中国声音在境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